来吧欢迎今天聊一聊14天的隔离终于出来了 两边的机场都很空 飞机上的人也不多 到达的时候隔离的人员会先上来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一出来就看像通关一样 在手机上设置你的所有的讯息 做核酸检测 比如说要填地址啊 拿行李啊 根据你填的地址的那个位置 然后附近看有没有什么这个酒店是适合你的 然后这样子的过程呢 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被落地之后到你出关一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是正常 因为他们有几个 因为人也不多 你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可能就一般的人来 然后一般航班里面人也不是很多 你们一般航班有几个人大概 本来一个航班可能可以坐到快两到三百人嘛 然后这次大概就是一半都不到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然后上飞机之前你是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你到了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会去到哪里或者是什么 不准拍照 也不准recording什么都不行 你如果拍了 甚至在飞机上你要拍了都不行 他就要你删掉 然后有的人是也把自己装成太功能 也有 那就是全程不能上厕所 就是从他进机场到他可能去到隔离的宾馆 他都不可以 他都不上厕所 他们很多人是这样子 戴纸尿裤 很多人坚持不上厕所 所以他不喝水 他也不吃机上 也没有办法吃 因为如果戴口罩的话 对 你们飞机上有发吃的吗 我们有发喝的 喝的跟吃的有 就是像零食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人会摘了口罩吃吗 对对对对 你也可以喝水 他没有说真的不让你喝水啦 但是你可以自己不要喝 有的人是说我不想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危险 所以我也不上厕所 我也不喝水 然后我也不吃东西 当核酸检测区域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一样 他就很多小格子 然后那个小格子里面的人 也是一样 他都把自己都是 还是一样 都是太工人的样子 然后他们就是 也会戴手套 然后做很多这些 这些帮你做检测啊干嘛 那就是会把你的舌头伸出来 会拿那个棉花棒 长长的棉花棒 伸到你的喉咙里面 然后在那个喉咙里面 把你刮干净 刮刮刮刮刮 刮好了之后反复刮 他会让你提前先吐糖吗 不会 那他也很新哦 清干净就行啊 呃 然后就先把那个东西给你刮干净 刮干净了之后 封好 封好了之后一个 我们就开始可以去拿行李 都没有人 空空空 对啊因为 普通基本上是国际的嘛 国际航班现在基本上 一周就一般嘛 所以就很 哇真的是空 初来心想就公共空间了 所以他就会用那个大的那个 那个这个帘木把你 把你围起来围成一个道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道上去 要再少另外一个二维码 然后这个二维码呢 就是要填你的地址 填好之后交给他 他会再收一次你的这个台包证 然后收完你的台包证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安排 他们现在就要安排车辆 我好像是被叫第二辆 第三辆手才能到我们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你们的车辆安排好了 然后就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带着我们 带着我们出机场 就带你们到那台巴士上 你们人都上来 他就开始唱名 拿了台包证 谁谁谁谁在不在 就跟那个 对必须保证这些人都来 就是跟旅行社的 就跟旅行社的 旅行跟人是符合的 然后就是 因为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 这一车的人都是去同一个地方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 帮你们都 确定你的行李跟你的人 证件是都在一起的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要走了 走的时候我就去问说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就大家只知道上车 然后有证件行李这样 你们有没人敢问吗 我就问了 没人问 然后真的没人问 就是一上车之后呢 然后那个司机就 大家也都无所谓 去哪无所谓 干嘛无所谓 反正就是对 你也没得选 然后就是一上 那个带你的那个人呢 他也会在车上 带你的人他也会在车上 他也会跟着你一起去 然后他也在车上 然后那个司机上来之后呢 也没有说什么 就说走啦 走啦 就开走 怎么这样就走啦 就走了一段 我发现都没有人要告诉我们 也没有人来干嘛干嘛 我就是不对劲 然后我就跑到前面去 我说欸那个 因为我看那个人 跟我们一起同车嘛 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我们去哪里 然后他就说 哦 他就拿了一个东西给我看 拿了一个那个地图给我 然后他有一个地址 他也是按照地图地址 去到那个地方 给司机导好 对 然后他就 他就跟我讲 就是这里这里 你看你看什么 你怎么办这样放大看 然后我才知道说 哦我们是要去嘉定的一个 一个皇冠假日酒店 诶哥那你们收钱了吗 你们在机场做的核酸检测 和他送你去酒店那些都免费了 嗯 嗯不错 然后到了隔离地方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嘛 不到那个地方 我们大概就有了 然后他会给我们 两大袋东西 然后我们还要再填个单子 就是那个单子上面就是 我们拿我们的证件 然后填我们自己的名字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我愿意隔离啦 我愿意什么什么什么啦 自愿接受隔离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隔离 期间如何如何啊 14天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些单子要你写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太空人 所有接触我们的人 都是太空人 所以司机呢 啊司机没有 司机只有戴口罩 到了 到了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 告诉你 你房间费多少钱 然后14天 加上餐费 餐费一天50吧 这会费380 一天 你住的很好啊 我没得选 好啊 然后吃饭一天50 50 就是一天是430 对 然后14天 最后就会给你一个房间号 然后你就是 这个房间号就是你的啦 14天在里面 面积也是包着色道布 对 整个包着色道布 没有整个包 它就是大部分是包起来的 上面的那个通风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你们的通道都是包着色道布的 地上都会铺啊 什么都有 我们的旅馆的那一整层 都有包 所以你们是被安排在一层 墙壁是没有 你们都是在一层 对我们 其他层有没有人 不知道 对 我觉得应该也有 因为一定还有之前的人 然后他们就会到房间之后呢 然后就把你卡给插着 插好卡 然后就说 啊好 那个 是今天晚上就睡着啦 我们说 不是今天晚上啊 我就说 啊对 辛苦你了 我发现我是边间 我住的是一个 一个 一个刚好一个边间 边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阳台 一个小阳台 然后我看到阳台的时候 其实我挺兴奋的 我心里在想说 哎呀太棒了 我还有一个阳台 然后我又看 看 因为晚上很晚 然后就是 你看那个阳台 你就很直觉的就是 开了门就想出去了 然后就 蹦蹦蹦蹦蹦蹦 就不能出去 然后蹦到后来就发现 哇 它那个 把守的地方 根本是松的 就是要 那个锁都要 所以就坏了 对就是那个 所有的螺丝都已经 都已经可以跑出来了 我心里在想 不行了 螺丝都要跑出来 就搞不好压回去 天哪 这个门就是完全 锁丝完全被破坏掉了 然后我想 好吧 有两台 你也不能出去 有两台 更难过 然后 我就看到它那个 有一大片 那个 像落地窗一样的 然后 晚上也看不到 多余庄对面是什么 只知道就是 黑压压一大片 然后 有两个小窗户 那小窗户呢 就是 两个 就是一边一个 然后呢 这个小窗户就是 就是 你能往外面推 大概也只能推一点点 其实手 伸到外面去都很难 大概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窗户 所以当时呢 我就在想 而且 因为刚到嘛 其实你心里面 也还蛮焦虑 还蛮干嘛 所以就是一身汗 然后现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呢 然后 他有跟你说 可以还是不可以 开空调 没有 你就插下去之后 就有空调 空调就自动就开了 对 然后所以 我都在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开空调 后来就是 先把我东西先摊开来 然后摊开来之后 我就先看有什么 他给我了两个小袋子 这两个小袋子呢 就他有给我好多张纸 纸上面就是告诉我说 如果你要 你需要其他的物资 我们有一个 二维码可以少 这个是类似像 跟饭店配合的这个 杂货店 然后呢 袋子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有那个 消毒的粉末 那个消毒粉末 他会告诉你说 你每天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你要丢在这个马桶里面 你的粪便和尿烟要消毒的 对 但是你有 你有知道方法有量吗 有有有 我有问过他 我有特别问他 我说这个要 我要怎么使用 因为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 他就说啊 你如果大便的话 就要四勺 大便完了 然后还要拿勺子 不是 你误会了 就是你要去上厕所之前 你就已经 一个小时 上厕所之前的一个小时 你必须在马桶里面先浇四勺 那你怎么知道你要拉多少十 无所谓的 大便四勺小便两勺 大便四勺 然后你要在上厕所之前一个小时吧 那你怎么知道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半夜睡觉之前 你就先放了呗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 对啊 我都讲啊 那他不会失效吗 就是你放太早的话 我不晓得啊 他会要你提前一个小时 那应该是放早了 他应该会失效吧 我不晓得 但是味道很重 非常消毒的啊 非常非常重 对 非常非常重 所以就是反正我就每天就这样 我就睡觉 睡觉前我就放四勺 然后就去睡 所以 那你如果大便和小便在一起的话 岂不是要放六勺 不好意思 没办法管一边多欸 所以你放少啊 我不晓得 反正我只是放四勺 然后尿尿就放两勺 那有的时候可能 那你如果突然想上厕所 但是你没有放怎么办 我没有 你都是提前先放好 对 就是你上完 这次上完厕所 你就会把下一次就放好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这么有效率 刚开始的时候会忘记 因为你不习惯 但后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你就开始了 你就是固定的 你就自己会想好一个routine的方式 然后去处理它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有一个洗手液 然后那洗手液也是消毒用洗手液 但是那洗手液是干洗手液 就是你是干的时候就可以洗 就那种 就它送给你了很多这种消毒的东西 没有就是你在这段时间可以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酒精的棉花 你也可以用 然后 你都不出去接触别的东西 它是要你 是不是要你消毒那个饭的袋子 就是你 你可以消 你也可以消毒你现在自己住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一到了时候说实话 我本来也觉得心里面没有觉得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一看了之后 然后我觉得哇上面有好多那个像喷洒过的什么那种小干掉的那种颗粒 我想想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全部重新清烧一瓶 所以我就开始就喷 我把还是把饭店我可能会接触到的地方全部都喷了个变 然后能插我也都插了 我还是做的 完美 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带那个就是狮子巾嘛 酒精的狮子巾 我就全部把它全部都弄了一遍 然后所以假忙完那一天也很晚了也很累了 然后我也没有去把空调的事情了 我就睡了 所以空调二开了的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有空调还是睡的稍微比它好一点 要不要半夜其实还挺挺热的 然后就这样那天晚上就第一晚就这样过了 大概七点不到吧 然后就叮咚 就叮咚了一下 然后但我八点多钟才去看 然后诶早餐 开工人做的 对早餐早餐来了 早餐就是馒头啊包子啊 然后就是水煮蛋啊 然后还有什么像榨菜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喝的 现在第一天好像是什么 豆浆嘛 周餐时间呢 十一点 十一点半吧 就来了 晚餐大概四点半 都都挺早的 因为第一天嘛就感觉很不适应啊 就是你也知道你不太可能再走出这个房间了 那时候就觉得 你可能十四天以后你就会走出去 所以我说在十四天里面你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就那时候会觉得 哇 我应该要 虽然我带了很多书啊 一定要带书 然后里面也是有网路的 它是酒店的网路 所以速度也没有快到哪里去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必须用你自己的手机的这个网路 便当其实是蛮豐富的 两树两荤 偶尔会给你水果咯 然后会给你酸奶啊 它会给你矿泉水 有那个小瓶子这样一瓶一瓶的矿泉水 我后来慢慢的就养成了 在房间里面走路啊 小跑步啊 或者是做一些 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啊 就是要不然觉得一天之内 其实真的很难 很 我刚开始的第一天 其实真的就是 这边躺躺那边坐坐 都根本不知道把自己放哪里 然后最后快出来的时候 就是再做一次的核酸检测 没有 其实是他后来有来问我 他问我 他们就每一间每一间去问 说你还想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但是第一次核酸检测他没有给你结果 没有给你任何报告 其实给我们了 后来我就问 我说我们第一次不是做过了吗 在机场做的那一次 对他就说 有第一次有做了 那就是说 再问你们个人是不是要再做一次 因为那一次再做的话 就是你自己要缴一百块 再做 这次跟上一次会有区别吗 有啊 我问他 我说那我上次做 跟这次做有什么不同 他说上次做的只是告诉你 你是阴性还是阳性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任何数据 但是这次做的话 他会稍微有几个数据给你 他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左右 他会来量一次体温 下午大概两点多 会再量一次体温 然后晚上大概七点左右 会再量一次体温 所以一天大概是两到三次 有的时候晚上会没 然后量体温的时候 就是他就会问你 你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啊 憋的难受 就是我被要求去送我几次东西 然后呢 送东西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一个 靠笔粗捞蛋或者什么东西 给它包住 然后给上面写上你的送的那个房号 就是他的房号 我要写在那个纸上 然后我还要去登记 一小本上登记 我是什么目的来的 然后我的电话号码 然后我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他们都要检查说你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保安呢 就就就跟就跟一个牵到处一样 两个保安在那儿 然后你把东西给他 他大概看好登记完 把它放好 他就说好走了 量完体温之后 就今天的体温量完了 然后他们才会把 确保你安全了 才给你送东西 对 才会把快递给你 然后就是你今天的奖励 因为我去的时候 我看你底下好多人叫的 外卖也好快递包裹 就是很多人还跟 网购了很多东西 就包裹会送的 反正地价每天去 都是特别多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这个消耗量 为什么会这么大 你知道在里面 其实你是真的很 你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会有一种 很没有安全感的一种 莫名的 莫名的 莫名的恐慌吧 所以你真的不晓得说 而且你 但是他们都很nice 那些太空人不是都是还是很nice 他们很nice啊 但是你会觉得你这是 因为你接下来是十几天的时间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觉得说十几天很长嘛 而且很漫长 会觉得有两个礼拜 这么长的时间 你真的不知道你要怎么样 所以那个 那种对未来未知的那种 那种恐慌也好啦 或者是说那种 莫名心里面的没有安全感也好啦 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这个时间会如何 那些东西其实是会让人家转嫁到什么 去网路上买东西啊 或干嘛 你会转嫁你的这些情绪到其他的地方去 我追了一部韩剧完整的追完第一季 看完了两本书 昨天下午9点就是正式满14天 然后就被放出来了 那个资料在哪里 那三个没了没了 那三个没了没了 你这边先进去一起 好 出狱一事 我才